在发现及摧毁的俄乌战场 给坦克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未来的主战坦克应该是怎么样的 隐身化 小型化 还是智能化 又或者是这些特点全部具备 那么波兰这辆外观科幻 噱头十足的隐身坦克 能否应对俄乌战场的环境呢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 PL-01主战坦克 同时与各位探讨一下 隐身坦克该怎么隐身 未来坦克又该是什么样子 自从坦克问世之后 凭借着强大的火力 坚硬的外甲 成为陆军攻城罚寨的强大矛监 各国一方面大量列装各类坦克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发展 针对坦克的武装 使得这位陆战王者 成为天敌最多的陆战装备 为了在战场上生存 坦克不得不携带重型装甲 装载重型火力 外形越来越臃肿 在这种情况下 坦克在战场上特征越来越明显 别说用雷达进行扫描了 有时候凭借声音 这给反坦克导弹 带来了非常好的计划 使其可以随意地 对坦克进行毁灭性打击 由此诞生了坦克无用论 那么若是研发出隐身坦克呢 比如T-90主战坦克 俄罗斯为其配备了 十分先进的干扰导弹技术 但仅仅是干扰 还不足以让坦克应对现代战争 那么隐身技术呢 作为军事领域最热门的技术之一 从最早的隐身飞机 到后来的隐身舰艇 这股风终究吹到了地面主力装备上 如果飞机军舰可以运用隐身技术 那坦克应该也可以 凭借这个想法 波兰与英国联合起来 终于创造出全球首辆隐身坦克 PL-01主战坦克 不过这辆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主战坦克 最终并没有大规模装备 隐身坦克的概念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还是纯粹的探索性研究呢 隐身并不是看不见 而是低可探测性 比如F22 不是说雷达发现不了 而是雷达探索的距离大大降低 假设两架尺寸接近的战机 非隐身战机可能在300公里外就能被探测到 100公里外就可以被锁定 而隐身战机可能只在50公里外才能探测到 20公里外才能锁定 这就极大增加了战机突防的成功性 而隐身军舰同样是这个原理 毕竟现代武器的打击距离非常远 如果敌人靠近数十公里都未能发现 那可就要吃骨头了 相对来说 隐身飞机与军舰都是针对的远程探测手段 也就是雷达信号 但地面装备不同 本身作战距离就比较近 而且地面环境对雷达的干扰也很大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是不会通过雷达探测地面目标的 这就说明一般意义上的雷达隐身 对陆阵装备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所以地面装备的隐身技术 更多的是光学隐身 也就是可视距离的低可探测性 但人类技术还不够 无法做到真正的隐身 不过降低坦克的可探测距离 还是可以做到的 很早之前 各国就已经有降低可视化的思路了 比如迷彩伪装 当然波兰这辆坦克 可不是加装一个伪装网 那样就不叫隐身坦克了 坦克想实现隐身 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发动机工作和火炮射击时 产生了巨大热量 其次是行走时的巨大噪音 最后就是在雷达探测下 没有丝毫掩饰的外形 而P-201主战坦克 就是做到的红外光学隐身 自从人类有了夜视观瞄设备之后 黑夜已经不是阻挡战斗的屏障了 尤其是红外成像设备 因为在不同温度下 武器会发射不同强度波长的红外线 即便是深处黑夜 只要与周围环境的温度有差异 那么在红外设备中 坦克就一览无余了 即便处于伪装网之下 照样可以被探测到 P-201的隐身原理 是制造与环境温度一致的红外信号 在坦克车体外部 分布了大量红外探头 主要用来探测周围温度与红外信号 为了将坦克调节成环境温度 P-201外表覆盖了一种瓦片装甲 可以根据探测到的实时环境红外信号 自动调节瓦片装甲的温度 使其与环境温度保持一致 所以改变坦克的热量分布 使得P-201可以在雷达扫描时 任意改变自己在雷达中的样子 由于坦克体型与汽车相近 释放出来的红外信号也比较少 所以雷达极有可能会将其识别为汽车 从而躲避反坦克导弹的锁定 同时P-201还具有吸收雷达波的能力 也就是说战斗机与无人机 很难发现它的踪迹 火力追认为 P-201的整体设计思路非常优秀 这种隐身方式对于红外观瞄设备的影响 确实非常大 除了晚上看不到以外 即便是白天 那些使用红外导引头的武器也无法瞄准 可以与环境融入一体的红外信号 同时还能伪装其他的信号 本质上是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 对于标枪这类红外导引头的反坦克导弹 可以说是噩梦了 当然 作为第一辆采用隐身设计的主战坦克 P-201本身还有许多问题 首先坦克底盘采用了CV90IDV 这本来是一个轻型坦克或重型装甲车的底盘 炮塔是无人炮弹 预备安装的是蓝金属的120毫米主炮 有一种小车拉大炮的意思 此外 P-201的车体不大 这就导致主装甲比较薄 P-201的防护策略是通过隐身 让对方无法观测 或者说观测到无法瞄准 后续用更多主动防御手段 代替传统坦克装甲 波兰计划使用聚合物与陶瓷装甲 可以全面防御14.5毫米的高速穿甲弹 在装备附加装甲之后 可以防御50毫米的穿甲弹 这对于主战坦克来说 防御力是远远不够格的 基本就是轻型坦克的水准 但不可否认的是 火力军认可P-201的设计理念 但这种隐身设计还有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野战使用的稳定性 瓦片装甲可以依靠调节温度 来模拟环境中的其他红外信号 但在作战环境中 尼江或其他附着物等覆盖在装甲上 都会影响其效果 在野战中很难达到预定效果 并且作为一辆主战坦克 仅仅可以夜晚作战还不够 但脆弱的装甲 注定P-201无法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 虽然如此 但不得不承认 波兰的P-201主战坦克 确实开辟出坦克发展的新路线 因为这辆坦克的出现 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将面临巨大变革 相信不久之后 不同款式功能的隐身坦克 定会出现在战场上 那么火力军与各位探讨一下 坦克究竟怎么隐身 才能应对现代战场呢 在战场上 坦克往往扮演的是冲锋陷阵的角色 凭借快速机动与凶猛火力 撕开敌方的防线 然而随着探测技术 制导技术 以及反坦克技术的不断发展 现代战场上的坦克 变得异常脆弱 高可探测性的外形 使坦克在战场上无所遁形 以美军现役的M1A2主战坦克为例 这辆坦克战斗权重10吨 发动噪音并不大 但排放的热量足以引燃周围植物 其实主战坦克隐身化 与战斗机军舰的隐身方式 是有些相似的 同样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声信号隐身 红外热信号隐身 以及雷达信号隐身 声信号隐身 指的是坦克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将机动状态下发出的噪音 尽可能的降低到最小水平 毕竟大功率涡轮增压柴油机的 变速箱运转 以及排气所发出的低频噪声 可以传得非常远 此外主动轮 从动轮 以及副重轮 与履带齿合时的金属碰撞声 再加上履带碾压地面的声音 同样十分明显 当坦克在山地或丘陵的作战环境下 发出的噪音 将成为暴露坦克位置的主要因素 目前和降低噪音的技术手段 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采用混合动力模式 比如美军最新的M1X主战坦克 就采用了混合动力系统 首先 混合动力可以大幅降低 车辆耗油率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表示 相较于其他M1系列坦克 使用混合动力的M1X 可以节省50%的燃油 当然最重要的是 采用混合动力的M1X 可以大幅降低行进过程中的噪音 这主要得益于燃油发动机 能够以最佳的工况进行运转 让坦克在日常行进过程中 利用大功率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或燃气轮机输出功率 并带动发电机产生电量 然后储存在高容量蓄电池中 当进入战场环境之后 发动机或燃气轮机停止运作 然后利用储存的电能来催动 这种模式 类似于常规潜艇 在水面与水下横行的模式 未来若能实现核反应堆小型化 并运用在陆战装备上也是可以的 那时候主战坦克就能像核动力前艇一样 获得近乎无限且静音的行进能力 另一个降低噪音的方式 就是采用全橡胶履带 这种履带是经过特殊加工制造的橡胶来制成的 可以彻底消除主战坦克金属车轮 与金属履带之间灭合的噪声 同时还能大幅度降低坦克的战斗权重 在2023年 韩国现代Rotem公司 展示了韩国下一代主战坦克的比例模型 外形上酷似波兰皮奥零一主战坦克 不仅采用了低可探测性的外形 同时还配备了橡胶履带 不过这辆坦克还处于模型阶段 目前尚不清楚橡胶履带在战场上的表现 但至少已经有了希望 相较于声信号隐身 红外信号隐身与雷达信号隐身 显得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隐身战机与隐身军舰的技术 想要降低红外热信号 可以在炮塔与车体的防护装甲外层 再加装一个冷却层 利用内部空气流通带走热量 然后在发动机排气口 增加冷却或红外热信号屏蔽装置 以及在主炮管的热护套外层 再增加一个隔热层等方式 相对来说 雷达隐身技术就比较成熟了 比如高射机枪 横风传感器 车灯以及车掌外视镜等设备 尽量与炮塔和车体整合在一起 保证车表光滑 车身 炮塔以及炮管等 采用低雷达反射截面积的棱角形状 炮塔与车体的装甲外层 也可以涂装可吸收雷达波的材料 将履带与副重轮全部遮蔽等方式 来减少反射面积 那么除了隐身以外 未来唐克应该怎么发展呢 总不能被时代淘汰吧 在各种无人化 智能化武器大型其道的背景下 现代化作战的形式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当前的乌克兰战场 空中各类无人机 海上各种无人艇 再加上五中道牙齿的无人战场 那么坦克的未来 同样是无人化与智能化 首先坦克实现无人化之后 整车尺寸与战斗权重 都可以大大减轻 俄罗斯的T-14主战坦克 就采用了无人炮塔 使得炮塔外形尺寸与重量降补 不过T-14的三名机组人员 全部集中在坦克前部分 这让车体尺寸与重量大幅增加 反而抵交了无人炮塔 带来的减重效果 最多只能算是半无人化 目前有一个观点认为 未来坦克可以采用 有人操作与无人遥控 两种模式进行设计 车组人员可以在车体内 操纵坦克从出发地区 行进至战区 等抵达目标地点之后 车组人员下车进行隐藏 然后通过遥控的方式 控制坦克进入危险的作战区域 这样一来 即便坦克受到攻击 或者被击毁的话 车组人员也是安全的 但火力军觉得 有人坦克与无人坦克 可以采用基本相同的武器系统 动力系统以及防护系统等 但还是应该采用 各自不同的设计布局 如果无人坦克 完全按照有人坦克的模式 来设计制造的话 那就失去了小型化 与轻量化的优势了 在实现坦克的无人化之后 除了在战术上的巨大变化以外 对于各国装甲部队的人员编制 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例如美国陆军 一个坦克连会装备14辆驻战坦克 其中连部两辆坦克 分别由连长与副连长担任车长 另外还有三个坦克牌 每个牌装备四辆主战坦克 当无人坦克技术 成熟装备陆军装甲部队之后 坦克连只需要暴露 连长与副连长的 两辆有人驾驶坦克 然后负责整个连队的作战指挥 余甲的三个坦克牌 完全可以装备 小型化轻量化的无人坦克 这样一来 美国陆军坦克部队 就能大幅削减人员编制 要知道 在各国军队的军费开支中 人员费用是占据绝对比例的 甚至比装备采购和维护的费用还要高 如果进行参战的话 一旦人员出现阵亡或伤残 那么相应的人员费用支出 还会成倍增加 当初美军在阿富汗时 20年的时间 总共消耗了23000亿美元 其中支付给战争期间 退役军人的补贴 达到近3000亿美元 当无人坦克技术成熟 并装备装甲部队之后 陆军人员编制 甚至可以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从而大幅降低军费开支 并且整个装甲部队的作战能力 还能得到大幅提升 毕竟这是无人装备 在作战时 不需要考虑人员伤亡 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谓是一举多得 当无人化与智能化实现以后 小型化与轻量化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当车体内 无需布置车组人员 实施操作 执行任务时 无论是车体与炮塔 都可以采用最紧凑的布局设计 这样主战坦克的车体长度 将大幅缩减 前部为发动机舱 中部为设备舱与油箱 炮塔与战斗舱进行后置 使得未来无人坦克的战斗权重 有望降低到20吨以内 几乎可以通过任何复杂的地形 与绝大部分的桥梁 进行远程空运也毫无压力 小型化与轻量化之后 还有其他的附带好处 比如全面的隐身化 适应战场的全地形化 以及高机动化等 不过这时候的主战坦克 采用混合模式 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火力军也不排除 纯电坦克的出现 如果采用纯电驱动的话 还将大幅减少坦克的噪音 与红外热信号 再加上特殊的橡胶履带 达到无声 无烟 以及无热信号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在运用上雷达波隐身计划 那么敌方侦察平台 几乎无法发现 这类全面隐身的无人坦克 以当前俄乌战场来说 俄乌双方的主战坦克 几乎是被发现后 便有被摧毁的风险 隐身的无人坦克 可能更适应这样的战场 不仅如此 未来无人坦克 也不需要再遵循 目前现役坦克的外形设计 不用履带 反而选择仿生学 这样更能大幅提高 坦克的作战能力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波兰PL-01 这辆隐身坦克 火力军是非常认可的 即便并没有列装 但依旧为未来坦克发展 创造了思路 你们觉得 未来坦克应该是什么样的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